政务委员薛成泰在国民党的中堂会说健保一定倒 2025年一定倒 大家听了吓坏了 结果我们发现 我们觉得说虽然吓坏 但是我觉得我们马团队还是有诚实的人 就今天发现我们的卫生署比薛成泰更诚实 这个在我们卫生署给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 第15个power point 第16个power point 不论你的总额成长率 是4.707% 或者是4.010% 你总统在大选的时候告诉大家 我们的费率会下降到4.91% 他跟小英辩论的时候我就在现场 而且说百分之八十几的人保费会下降 大家听了很高兴啊 票投给马总统 结果我们今天试算一出来一看 不论你的这个是保费 好保费4.91 不论你的总额成长率是多少 你民国一百零四年都会倒啊 然后呢 你这个如果是保费五点一七 你成长率这个总额成长百分之四点七零 你民国一百零五年也倒啊 那这个如果是总额成长率四点零一零 民国一百零六年就倒啊 就是说在马总统任内 我们健保就要倒了 我们今天才发现呢 署长 要怎么办 我们就要眼睁睁看了健保 跑上去我们的医疗体系崩溃 或者是说健保保了反好 这个就是我们二代健保 我们以前没有健保 大家一样过日子啊 为什么现在弄到鸡飞狗跳 人心惶惶 所以呢我们环保界有一种叫做零方案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开发案会怎么样 那我们如果健保倒了会 或者你署长有什么锦朗妙计 要让健保安全倒地 我刚才已经特别提了 这个如果都不去动他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时间更短 那么如果加了这个保费 费率是四点九一啊 你要违反马总统的选举的承诺吗 我一百零五年就是 就倒啊 不是那个到时候 有联动机制 我想这个我们 怎么样联动 你们要靠烟圈吗 你自己的泡泡里面讲说 烟圈挹注安全准备的 那个分配受已成健保 不可或缺的裁员嘛 那以后一包香叶要刻到一百块吗 烟圈 没有我想我们是从 健保本身的联动机制 就是把两会 抽烟就健保 收支 合成一个就是为了要收支联动 不是啦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饿玩 当时我们在这边审 原来这个杨哲良署长 我们那整套的那个健保法 那个黄淑英伟也在这边啊 我们多认真 这边审到六七点 整个立法院灯都关了 这只有我们801的灯是亮了 都喊息喊接啊 林医师来家喊息喊接 说一定要出去啊 然后突然一个政策大转弯跑出一个什么 补充保费 补充保费怎么来的 我听说是财政委员会 几个这个非常厉害的委员啊 包括刚刚直询的蔡委员 听说还有这个赖世保委员啦 废宏泰委员啦 他们今天应该站出来告诉我的吗 补充保费怎么就健保啊 他刚刚怎么都不讲呢 补充保费怎么样替代 家户总所得怎么就健保 怎么会弄哺哺的 中共妈妈人叫的 不是说要倒了啦 是差一年而已 是民国104年倒 还是民国105年倒嘛 我们可以用收支联动来做调节 所以就是血汗健保 血汗医院 血汗护理 血汗医生嘛 我们昨天五大接空就是这样来的嘛 对吧 医生 医学院的学生接受访问说 他工作十年在台北买不到一栋房子啊 已经变成新平族啊 连医学院学生都被照啊 你的收支联动就是这样嘛 五大接空我们都已经把它放在这个成长率里面 做一些假设 这个大概都有四帅 好了 不好意思我时间存五分二十五秒 来 我今天跟这个署长讲一个事情啊 今年二月六号 王立军带着机密资料进入 美国的成都领事馆 记得哦 二月六号 接下来 今年的五月 美国国务院公布二零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五月二十四日公布 好 他们放在网站上署长你可以去看好 这个是美国国务院第一次提到中国器官移植活灾器官的事情对法轮功学员对维吾尔族活灾器官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纸黑字的人权状况报告里面指名道姓讲中国中国一句话都不坑表示什么他们手中握有� 某种机密资料 好来 下一张 我们器官移植术后抗排之药 我把它算了一下你们那个健保局提供 94年到去年100年一共花了77亿3454万元 好 下一张 我们国人附境外接受器官移植 这个从2000年到这个去年我加起来 总共有1979个案例 中国占了1754个案例 我们台湾人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 中国占88.6% 快要89% 好下一张 这些人 可以随便买个飞机机票 到上海到哪些地方去 去敲任何一家医院的门工 拍谁 我要来这边换 这个肝脏或者是肾脏吗 不可能 今年10月2号 大纪元时报头版 指名道姓 台中中山医院连荣达 医师做了十年 一二十年 中国沿海那边的器官移植几乎全部给他报了 连荣达 这个是医界的人很多人都知道的 好来下一张 我现在要问一件事 我请教过柯文哲医师 他说我们在台湾做器官移植 你数前数后都要登记 但是到国外去做器官移植 你就完全不需要 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待遇 我们今天要求的是透明化 署长 去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 一样要数前数后登记 不然回来 我怀疑 合理怀疑你去那边 用了来路不明 甚至于活摘别人器官 来做自己的器官移植 这种人我们全民买单 帮他们付抗牌制药 只要我们的医生 这些专门做转介的医生 开了药单 我们健保就付 那个医生当然放心的转介 大家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啊 这些去境外做器官移植 不论你去中国 美国去日本 你回来 你一定要填 你中国的哪个医院 哪个医生 你的器官的来源 包括你台湾转介的医生 跟我们台湾一样 填这个表 要不要 好 这个我想请 医师处他们比较清楚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收集资料的部分 我们来尝试看看 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你们只要下令要求 不会增加任何你们 卫生署的行政成本 下个令可以吗 我们现在再来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填这个表 术后抗牌制药 我们健保不给付 我们台湾人不当共犯 我们健保快 我们今天在这边这么辛苦 这么焦虑的讨论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做什么 就是因为健保快倒了 结果我们去帮这些人付抗牌制药 让这些医生赚大钱 就有道理吗 组长您认为这样有道理吗 我想这个我们会深入了解 那么但是我必须说的 就是说这种我也问过日本 因为我哥哥在日本当医生 那么在即使在日本 他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 不过我想刚才提到的 至少他要像我在我们台湾做器官移植 要填表述前述后要报告 是哪个台湾的医生转介你去的 没有台湾医生转介 他去的 能知道去哪个中国的医院 找哪个医生 有个那个器官在那边等他吗 他可以在那边等半年吗 不可能吗 都是穿边边啊 早期还有那种器官移植观光团哦 不论你要更新更胸更油脂 整团来 两个礼拜以内把你配罪成功 那表示什么 表示中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 器官移植的supermarket 新鲜的器官等在那里 许多的死刑犯 美国国务院今天署长 我正式咨询美国国务院的报告 白纸黑纸在那边 那个很清楚 如果他们手中没有相当的证据资料 中国政府是拼死命绝对给你抗议的 所以他敢放上去 中国政府到现在风平浪静 表示什么 他有中国政府哑口无言的证据 活摘器官 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 其他的我不讲 死刑犯还没讲到 那个是amnesty 那个世界人权组织 不断的在监督的事情 为什么中国的死刑犯 很多都是年轻力壮的 你想想看一个人 你的心肝肾肺眼角膜这样子 器官移植加下一个人可以 变成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要求 你到台湾 你去中国做其他国家做器官移植 术前术后登记 哪个医生 台湾的医生转介 去哪个中国的医院 哪个中国医生帮你做移植 都要登记 否则我们不付术后的抗牌制药 这个很合理吧 我想我们会参考 跟盛章科医学会讨论 然后参考各国的情形 因为这个 各国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子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 境外器官移植 百分之八十几的人去中国啊 我们国情不同啊 台湾有医生专门在做仲介 大紀元时报敢把它写出来 到现在连龙达医生 没有去告他们了 据我所知 韩日也有 韩日也很多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你在台湾做器官移植 你就诉前诉后要登记 去中国去其他国家就完全不用 当初没因啦 只要那个仲介的医生帮你盖章 帮你签了单 那个药有时候一记 我自己你的邮端拿出来看 一块二万几块呢 抗排制药是那个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不想帮助这些人 而是说这个器官移植要透明化 我们不要健保 这个全民这样子清苦 那这个六十年健保变成共犯 好不好 好不好